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板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刚刚啊 有了一个新的消息 外交部 中方决定对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9月15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近日美国先后以军售军援和贷款等形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先进武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恨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请问发言人有无进一步消息 毛宁表示 美国政府不够中方坚决反对 直接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在武装台湾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毛宁指出 美国罗克希尔西德马丁公司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分公司 作为主承包商 直接参与8月24日美售台武器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多次参与美售台武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决定对上述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毛宁强调 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线和领土王者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克首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美台军事勾连 停止武装台湾 否则必将遭到中方经济有力回击 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是在制裁美国对台军售的这些军工的公司 我认为呢这种举措呢是必然要去这么做的 否则呢他们有点嚣张了 那么制裁这些公司啊会不会对他们能打击到 大家也都知道了 中国控制全球这个稀图产业 同样的这些公司不仅仅是在军用领域 在民用领域他们也在中国赚了钱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中国的制裁是能够打到美国的 打疼美国的 打疼这些美国公司及其法人的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过了 他们呢不可能说脱离中国 大家要知道一些境外媒体啊 或者说反华媒体吧 啊这些反反贼 特别喜欢去造谣说什么 呃什么什么外企 什么外资从中国撤走了 怎么怎么样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一个无稽之谈 因为 中国早就已经不是那种啊 便宜的低端的啊 廉价的啊 人口红利时代 恰恰相反 外资不可能走 为什么 中国庞大的市场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你们不要在这里开玩笑 啊 所以说 任何的外企 都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 中国这块蛋糕 中国的这个利润 这个简直就是啊 就像开餐厅不卖酒 等于卖性自杀 一个道理 啊 对吧 所以说 他们在中国有很多的业务 美国 你看那时候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 啊 执意要到台湾去上演这个政治秀 啊 因为自己家族 最先腐败啊 搞这个政治秀 来保全自己 对不对 平安着陆 啊 后来中国制裁佩洛西 及其一家 发现他一家在中国都做了 啊 不大不小的生意啊 啊 对不对 而且都喜欢做生物科技的这个生意 啊 所以说 美国落马的分公司 啊 包括这个克鲁曼公司 啊 在中国都有广泛的业务 同样的 啊 他们有 他们这些武器当中 啊 尖战武器都是需要 他们之所以能够拔得头筹 啊 在美国众多的军工系统当中 脱颖而出 他就是啊 在某些艰战科技当中 他们处于领先地位 啊 那么现在中国这些稀土各方面 全部都都给他禁止了 他的武器就是不会比以前造的更好 啊 质量会越来越下降 越来越下滑 这个是必然的 那么美国武装台湾 中国外交部也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这其实就是在为外部势力干涉台湾 啊 而造势 最近啊 你看北京的这个军事高层的这些事情 啊 已经给北京一个教训了 也就是说台湾问题 老兵说得很明确了 我台湾问题这个地方不能拖 现在已经游戏进入到 特尔时间已经结束了 现在特尔时间也已经结束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第75分钟 大小盘啊 大小球的球盘 迅速的激烈的震荡在那里调整 现在有一个球 但这个球 在特尔时间 75到第90分钟 会有一个球 这个球 我们我已经看到了 已经是 这个球盘已经是大0.5了 会有一个球出现 那么这个球是敌人 踢进去这个球 还是我们自己踢个乌龙球 还是说 啊 我们在上进捕食阶段 会进这个球 有没有剧本 第89分钟进 还是说上进捕食几分钟进 会不会上进捕食给个六分钟 给个六分钟 那百分之百 啊 大多数概率下会进球 会有剧本 所以说 我们没有在上半场取得领先 下半场开场 抢一个球 那么我们呢 到75分钟 啊 以后了 现在比赛已经进到第76 77分钟了 啊 那么 怎么怎么弄呢 那 国内是不是 幺蛾子都出来了 老兵没有说说错吧 72到75年 啊 这个 这个是第六门分析出来的这个时间 那么 按照 我也是这么认可 这套理论 那么现在是不是这些幺蛾子 啊 狗逼到处的事情都出来了 你看这个李尚福啊 非常有可能已经 进入调查是百分之百了 非常可能已经 国防部长的职务已经被录掉了 你火箭军司令员也已经被录掉了 政委都被录掉了 对吧 那 当心军同们 以武统台湾为由头 在这里 养寇自重 啊 因为你每次每去包围一次 每去搞一次军事联系 那都是大量的军费啊 所以说 美国呢 在这里确实在武装台湾 14套 火山快速不离系统 到时候 他们这帮逼 一点脸都不要 啪 全部 弄了全是地雷 如果说他们全部弄地雷 我说我说过 倒霉的就是台湾了 就是给中国大陆武统以后治理 增加麻烦 你像这个中越边境线一样的 那么多地雷 到现在 今天还没有清空 当然那个地势不一样 啊 那他在这里 在这里地雷 就说意思 他们很明确 台湾你拿得下来 但是你拿下来 我也要给你一个烂倒 让台湾人炸的 这个腿都没有 或者被炸死 你中国大陆你去赔 他是这个 啊 所以说呢 在这里 要快 同样的 合同手段 也在往前进 无同手段 现在42个军舰 在台湾的内 中外 防区内 防区外 全部都在部署 歼20 名牌 日台烙台 啊 200多架歼20 就是陪美国F35玩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现在 无同手段 合同手段 都拿上 合同是什么 取消台胞证 啊 在这个福建 啊 就是 啊 你在这里住啊 各方面的 啊 都给你便利 啊 基本上就是跟中国大陆身份证 放一起了 呃 这个 福建跟台湾 交通 硬通 净通 不就经台高速公路吗 他有这种规划 就意味着 他就是要 去这么做 台湾内海话 也不是一句口号 也不是一句干话 实实实在在的规划 啊 南部战区协同 东部战区一起 拿下 台湾 啊 对吧 监视 菲律宾地区 啊 现在因为已经明确了嘛 整个东盟 就一个菲律宾 将配合美国搞点事情 美国现在印太司令员也是在菲律宾讲 所有的菲律宾 我们要增加军事基地 我们要把这个作为反华和抵抗中国的一个军事一线 啊 这些事情 你不能说让美国全部来部署好了 你再去武装台湾吧 所以说啊 美国现在正在把台湾变成地雷岛 啊 豪州岛 啊 导弹密集岛 他都在干这些坏事情 所以说老老兵讲了 啊 这个东西要快了 这个东西 武统 这个 这个 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一场足球联赛 一场足球比赛 他是运动的 他的这个计时器 大屏幕上面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往后退啊 啊 这不是开玩笑 这不是说 你想怎么样 就就怎么样 这不是啊 没有到这个时间点 要臥子就会 就会给你来 你看现在已经有幺蛾子了 对吧 包括这个台湾这边 你看你中国的外交跟国防 现在跟美国搞中美新冷战 外交跟国防都出问题了 一把手 对啊 外交跟国防没出问题 但是说他们这个 这个人 这个一把手就开始 给你开小差了 这称为什么 这就是这场球赛 你的球员已经体力不支了 或者有的注意力已经不集中 这个防守的这个后卫啊 这个后卫开始在开小差啊 有些有些动作啊 拦截解围啊 对吧 开始出现问题了 对吧 你的这个中场控球控不住了 前锋 是不是前锋跑也快跑不动了 毕竟球赛已经进入到第76 77分钟了 所以拿一场球赛来讲这边的事情 是非常贴切的 那么北京现在呢 跟美国也不保持接触 这现在已经确定 王毅 习近平都不会去参加 所谓联合国大会 也不会 第78级联合国大会 就由中国国家副主席 韩正同志去参加 这仅具有象征意义 不具备实质意义 啊 象征意义 象征性的 啊 习近平王毅 都不跟你美国打拐 啊 APEC峰会估计也不会去参加 就不会跟你去跟你美国去打拐了 那么现在习近平是把一切 跟自己 关系走得近的 和反对美国的 跟美国不对付的国家 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 全部都团结起来 文静雷拉总统刚刚走 马杜罗刚刚走 中委在美国家门口 升级为全天候专业伙伴关系 这个对美国来讲 也是一个威胁 那 柬埔寨的 这个红森的接班人 红马内 他儿子 跟他儿媳 也坐飞机到北京来表达忠诚 来表达忠心 啊 这个也是在中南半岛 一个 最大的一个 一个百分之百的盟友 泰国向中国人 开放五个月的免签 也是 新的这个政府 啊 上来以后 向中国表达的 一个态度 像美国人皮塔 是不能够 啊 在这里 每个 就是说来反对中国的 而是要由这个 他信他们这伙 要来向中国表达 啊 合作的意思 对吧 赞比亚总统到北京来 什么意思啊 啊 意思也很明确 在非洲这边 又升级为一个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啊 在这里 中国 在整个非洲 将不停的要在这里布局 啊 控制这里 都非常明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 也是 也是个屎尿屁 一看到 俄国跟朝鲜 在军事上搞 其中 岸田文雄就说 我已经准备好 我无条件见金正恩委员长了 我无条件见金正恩委员长 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他谈 对吧 什么道理 不就把韩国给卖了吗 日本要自保 到时候妈的这个朝鲜 说明武器 弹药 军事 能力 更上一层楼 再给他这个颜色 但日本肯定怕 所以日本呢 说要插手什么台湾 那就是扯鸡巴探 瞧他那个怂样 这也不会换上来 这个女的这个外相了 什么养子 要跟中国上来 第一句话就是说 要搞好友好关系 韩国呢 就像一个婊子 韩国说 跟俄罗斯讲 这个朝俄发展 现在这样的关系 军事关系 将破坏韩俄关系 你韩国 就是把自己 太当一回事了 你他妈那个球都都不是 他今天把自己 当作一个军事和地区大国 放你个屁 你他妈就是 美国三拖一的一个货 懂吗 打牌 他妈三拖一拖出来的 你那妈啥也都不是 美国就是英国 跟什么 日本 他们三个 你呢 是他妈那一个拖的 三张老K 加一个他妈的小三 加一张他妈的 方块三 草花三 把你打了出来的 你他妈的 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确定骂个鼻的 俄罗斯看重 跟你韩国关系吗 你韩国算个蹲草 天天把自己当的 像一个什么大国一样 现在呢 中国也还没有说 这二八年去武装他呢 到时候你这个小日子 都没办法过 好吧 这就是目前这个局势 所以武总台湾 一定要快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